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她 你就从来没有怨过她 也怨过 可我们毕竟是姐妹 而且她挺可怜的 我不想看见她被外人欺负 二娘 有你这个这么好的妹妹 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那是不是在侯爷眼里 我什么都是好的 还行 总愧是不坏 好 好 服人 十一姑奶奶 金林 我今日叫你过来 就是想问你一句 想不想救你们家少夫人 只要能救我家少夫人 要做什么都可以 幸好二姐身边还有你 静怜 我快不行了 可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 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等我走了 就没有人护着你了 我不走 少夫人 我这里有药 您吃了这个药 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药 什么药啊 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游医 说是祖传秘方 专治夫人病的 哪有那么多祖传秘方啊 今天不要白费力气了 事已至此 就这样吧 少夫人 您忘了十一姑奶奶之前是怎么笑话您的了吗 她说您胆小如蜀 只会自怨自艾 您若是就这么放弃了 岂不是让她更得意了 难道 您真的想让她看扁了不成吗 你说什么 少夫人 您若是真的就这样放弃了 这一辈子 您就真的输给十一姑奶奶了 您甘心吗 您只要身体好起来 往后的日子还长呢 总有一天 您能让那些轻视你的人不再想瞧你 少夫人 您可千万不要放弃啊 少夫人 您说得对 我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 不管怎样 我都要试一试 不能让那个十一娘看我笑吗 药 给我药啊 来 少夫人 来 少夫人 我还会准备 晚安 你 прид的 去俩